请问新总会游泳吗 会呀 得过世界冠军吗 当然没有 所以你拿不到世界冠军 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不能对吗 我还有事 今天就到这儿 周如记 全圈的玩具是不是在你 漂亮 爸爸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别随便喊别人爸爸 全圈记不记得我是怎么说的 对啊 这样随便叫人家 人家会不高兴的 对 不要乱叫 我知道了 那我下次不叫了 给我检查没时间 在这儿哄儿子的时间倒是挺多呀 欣先生 我们两个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吗 如果您不是普院长亲自介绍过来 让我好好检查 爸 我非常怀疑你只过来找茬儿的 周医生这是什么态度 现在家人医院就是这么对待患者的吗 不许你欺负我 周爸爸 我不喜欢你了 就算你长得再偏了 我也不让你当我爸爸了 多解心 欣琪 全圈她还小 她有些不懂事的地方 我跟你道歉 还有 你如果说心里对我有什么怨气的话 你冲着我来就行 不要伤害我身边的人 你身边的人 周如继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能不能不要因为你对我的怨恨 而牵连到他 敏慧 你说实话 这五年你有过内疚 有过痛苦 有过后悔吗 我有 你没有 不然你怎么可能开开心心 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 还生了那么大一个孩子 没话说了是吧 我真的差一点又让你骗了 好 很好 我希望你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 别后悔 感谢各位抽空参加我们今天 佳人医院的招标会 我们医院的股权 近期发生了一些变动 所以今天呢 将有我们医院的大股东 同时也是蓝鸟投资的首席 辛吉先生 作为今天的评审之一 给你 辛苦了 以上呢 就是关于梅斯特 还有我们这次合作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 这就结束了 一个几百万的项目 你只做了十五分钟的 托克伯格当年只用了五分钟 就说服了投资人 他还没有托克伯格 可是网友改变了互联网 MIST也将改变心脏病治疗领域 国外这项技术已经研发了五年 还没有投入临床试验 你研发了多久 请问新总会游泳吗 会呀 得过世界冠军吗 当然没有 所以你拿不到世界冠军 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不能对吗 眼界决定未来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创造奇迹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是创造奇迹的人呢 嘴巴还挺厉害 可惜技术研发不能只靠嘴巴 你说了十几种MIST的技术优势 可你考虑过别的因素吗 比如说运营成本 运营环境 淘汰率 失误率 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心脏病筛查 这项技术一旦应用 就要对所有使用它的患者负责 还真是来砸场子呢 您说得对 正是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心脏 这个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所以我才坚持地认为MIST是有价值的 这个价值 不只在于我们 多了一种监测手段 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库 不仅能够诊断出心脏病 我们还能够提前预测到病人的发病情况 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 而不是严重到了生死关头 进手术室 我觉得这才是对患者的负责 任何的技术核心都是人 MIST由你这样巧言吝啬 善于诡辩的负责人 我不确定是不是个问题 那我就坦白地说了吧 您这个叫偏见 我们搞研发的 一切用代码跟数据说话 就像您去餐厅吃饭 您只会去管这个菜品的口味如何 而不会关心厨师的高矮胖瘦 对吧 说到数据 我觉得MIST在任何的评估系统里 我都有十足的信心 这个请辛总可以放心 我说完了 谢谢 下面有请观潮国际的林总监 下面有请观潮国际的林总监 既然会发员 我会购心地的